丈母娘当众给女婿下跪 母亲撒泼的行为 让女儿沦为全村的笑柄 她还以为女儿在婆家受了欺负 殊不知自家女儿出了名的蛮横 不仅虐待80岁老人 还欺负小姑子 把好端端一个家闹散了 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泼妇 她就是陈家大嫂王强英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这天是小叔子人舞大喜的日子 家里那叫一个热闹 偏偏小心眼的强英 眼红起弟媳的嫁妆 要知道她当年结婚的时候 只有一个小衣橱陪嫁 回到家的强英 忍不住和丈夫抱怨 她也想买个大衣橱 丈夫只是个兽衣 一个月工资才30块钱 身上的衬衫都破了还舍不得换 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强英只好推而求其次 下月发了工资 说啥也得给我买条狄仲裤子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狄仲的布料算得上是稀罕东西了 大嫂 你看 这天小姑子拿回来一块狄仲 强英还以为是丈夫买给自己的 结果布料笑得合不拢嘴 小姑子说是自己的 想请大嫂帮她改成裤子 这话一下捅了马蜂窝 强英自己都还没有 凭啥小姑子就先穿上了 小心眼的强英 忍不住揣测起来 该不会是婆婆偏心 偷摸着给闺女买的 其实这块布是人方的同事送的 小姑娘和她在偷偷谈恋爱 还没有和家里人说 眼见小姑子扭扭捏捏的样子 强英更加坚信自己的推测 说什么也不肯帮她做 小姑子只好去找二嫂 在强英的心里 早把陈家的钱当成自己的了 现在婆婆私下买不了给女儿 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钱吗 强英眼珠子一转 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她找到弟媳妇水莲 故意挑拨离间 说婆婆给女儿买狄伦仇 就是偏心不给她们买 想要鼓动水莲去和婆婆闹 可是水莲并不在意 其实啊 这也没啥 姑娘大了 应该穿得好点 不死心的强英又找到婆婆 故意冷嘲热讽 话里话外暗示婆婆偏心 可怜婆婆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莫名其妙背上黑锅 婆婆说的是实话 可强英却不信 她认定是婆婆抠门 根本不听老人家解释 然后故意拿弟媳做挡箭牌 说水莲也闹着要狄伦仇 明明是自己想要 还非要拉别人下水 而另一边 水莲正在帮小姑子做裤子 婆婆为了稀释宁人 只好到处找人借钱 给两个儿媳扯狄仇 水莲听说了这件事 连忙找到婆婆 眼下加着正缺钱 你就别买了 水莲说什么都不肯要 你实在要买 就用这绣花钱 给嫂子买一条吧 强英的小算盘得逞了 忍不住和街坊邻居炫耀 俺那个婆婆呀 是属牙膏的 不挤不出勇 这话正巧被小姑子听见 气得她把一块石头剔下去 见得强英身上都是水 但也让大嫂抓住了把柄 她逢人就说小姑子欺负自己 还穿着新裤子 在水莲面前嘚瑟 要是我也像你那样 好人家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强英还不知道 自己穿的新裤子 是水莲拿自己的钱买的 相比起斤斤计较的大嫂 小姑子自然和二嫂更亲 这让强英极度不已 故意当着两人的面纸丧骂怀 再叫你张牙舞爪称霸道 再叫这小狐狸精耍心眼 小姑子想发火 还是二嫂拦住了她 看两人被骂了都不敢吱声 强英一下有了底气 插着腰大嗓的骂人 说这一家子人狼心狗肺 仗着自己丈夫不在家 都欺负她一个人 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强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大伙拿她没办法 水莲劝大嫂有话慢慢说 可她哪是强英的对手 直接被当场骂哭了 婆婆坐在床边默默流泪 强英在家闹完还不够 又跑去找丈夫的领导闹 大队长正在为粮食的事发愁 哪有心思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让强英自己找丈夫商量 强英立马打电话给丈夫 任文正忙的焦头烂额 强英撒了个谎 说大队长同意她回家 任文无奈只能暂时放下工作 原来这趟强英是打着分家的主意 婆婆想尽量做到公平 家里的粮食和牲扣平分给三个孩子 但强英不乐意了 小姑子是个女的 凭什么分家产 应该把她那份给自己 大队长出来说公道话 现在讲究男女平等 女儿也应该分到家产 考虑到人方年纪还小 看哪个嫂子愿意收留她 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剩下婆婆和爷爷赡养问题 强英的小算盘打得很好 她只想分家产 说什么都不愿意养两个脱油品 二嫂看不下去了 强英立马顺杆子往上爬 但大队长开口说话了 她拿出婚姻法的册子 让强英念念第十五条 婚姻法规定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也就是说哪怕强英不愿意 也必须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但是强英可不是吃亏的主 说什么都非要水莲那个大一处 这也让婆婆和爷爷发了仇 要知道这可是水莲的嫁妆 于情于其都不能分给强英 晚上水莲哭得泪流满面 但她不想让婆婆和爷爷为难 主动收拾好衣服 把大衣橱疼了出来 打算给嫂子送过去 而另一边强英也睡不着 她不是为了分家而发愁 而是纠结养哪个老人比较划算 转念一想 她满脑子盘算的都是利益 思考了半天还是决定养婆婆 因为她能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 就当请个免费保姆 媳妇的话让人闻心里很不好受 可她的这些话 都被门外的婆婆听了进去 一时间气急功心病到过去 原本打算养婆婆的强英 看她卧病在床的样子 当即改了主意 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 我跟你你们过 爷爷心里清楚 能去水莲家是最好的 水莲性格温柔又孝顺 她虽然年纪大了 但身体还算硬朗 去了强英那也能勉强照顾自己 就这样生病的婆婆去了老二家 爷爷和那个大衣柜 跟着强英回了家 这天人方从医院回来 准备拿两个鸡蛋给妈补补身子 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不给 为什么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好好一个孩子 也被当妈的教坏了 人方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却让强英很是不爽 想要把这个小姑子嫁出去 于是找到媒婆 故意挑了个二婚的独眼龙 骗婆婆说对方条件很好 就是离这里有点远 婆婆不想女儿远嫁 而且人方也还小 她的婚事应该自己做主 就回绝了强英的提议 强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她知道人方和同事龙刚在谈恋爱 这小伙子是大学生 工作体面收入也高 强英最见不得人家好 于是故意当着龙刚的面 骗她说人方马上就要嫁人了 龙刚自然不信 立马跑去找人方 却看见人方正对着镜子是新衣裳 眼看彩礼都穿身上了 龙刚心碎不已 觉得人方背叛了自己 可怜小姑娘还一无所知 以为是二嫂给自己买的新衣裳 龙刚一连几天都没理她 看着恋人突然变脸 还闹着要和自己分手 人方郁闷的跑回家 几天都没出门 看着别人难受 强英的心里就格外舒坦 关起门在家吃饺子庆祝 一家四口正吃到一半 爷爷浑身湿透从地里回来 强英赶紧把饺子藏起来 小女孩不忍心看爷爷吃炕燕菜 就把妈妈藏的饺子给拿了出来 老爷爷 给你饺子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八十岁老人还要替孙媳妇干活 他又饿又冷进了门 强英端出提前准备好的窝窝头 小孙子也想尝尝 可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 老爷爷 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小孙子不明白明明有好吃的饺子 爷爷为什么要吃难吃的窝窝头 强英怕儿子说漏嘴 连忙抱着他离开 老爷爷无意见低头 好像看到了什么 原来是掉了个饺子 还好强英眼急手快 一脚踩在饺子上 这才没被老人发现 下一秒孙女从厨房出来 老爷爷给你饺子 强英的小心机彻底暴露 气得爷爷满脸涨红 一群大人还没有一个小孩懂事 书都读进狗肚子里了 我不整你这几个饺子吃 这饺子 你 你压着车去嘛 老爷子当即收拾扑盖 拎着大雨冲出家门 他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来到老二家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又回来了 爷爷什么都没说 人物心里已经明白了 而另一边强英的计谋得逞 忍不住对丈夫的色道 可算把老不死赶走了 听到妻子这丧尽天良的话 人文再也无法忍受 一耳光甩在他脸上 强英哪能受这种气 带着两个孩子就回了娘家 孩子发了烧也不管 只顾着自己睡觉 母亲在一边煽风点火 让女儿去丈夫单位闹 就不信她不低头 于是强英找到人文 在单位大打出手 丈夫着急去交公文 可强英不让她走 直接堵住了大门边哭边闹 站长催促的电话不停 却被强英抢过电话一通臭骂 听着那头的吵架声 站长只能亲自过来取文件 气头上的强英连着站长一起打 慌乱中她的眼睛也被踩碎了 这下好了人文的工作也丢了 站长拿到文件焦急地离开 可强英死活不让她走 非要站长替她主持公道 受一战是给牲口治病的 不管分家大离婚 孩子还发着烧 哭着喊妈妈 却被狠心的女人一把推倒 你把孩子带走 可怜的女儿被摔得满脸是血 强英仍旧不为所动 她哭着回到了娘家 还放下狠话 除非人文上门磕头道歉 否则别想见她 人文确实上门了 但不是为了和好 这次来她是要离婚 强英一下子慌了 她嘴上说着离婚 其实就是想逼丈夫低头 可没想到会闹到真离婚 丈母娘一不做二不休 当着父老相亲的面 哭诉人文家暴妻子 其实妇女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这家人平日里做的缺德事 大伙都看在眼里 眼看围观群众都在指责自己 丈母娘自知理亏 干脆撒泼赖在地上 这时水莲赶了过来 晚上强英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丈夫和她离婚 儿子女儿也都不要她了 她一下子被吓醒了 收拾行李就要回家 母亲拦住不让她走 如果现在回去了 以后还怎么管教丈夫 这次强英不再听母亲的话 她连夜赶回来 看着被她嫌弃的婆婆 正在帮忙照看孩子 一家人是那么的幸福 强英留下悔恨的泪水 自己的任性 差点毁掉这个家 她找到爷爷真诚的道歉 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回归平静 而仁芳和龙刚之间的误会 在二嫂的帮助下成功化解 这对年轻人重归于好 等待他们的也将是美好的未来 这对年轻人重归于好人的